因为经历过父母离婚的心酸 他把运动当作自己的面具 14岁学习网球管理 19岁担任国际网球超级联赛的 Streams网球队总经理 参与运营大西部论坛球馆 并将网球引入了该球馆 热度最高时 一场比赛最多能吸引2万人来观看 除此之外 他还举办了排球驱棍球等比赛 1993年 珍妮巴斯正式接手洛杉矶冰球队叶片队 并在该年获得了滚轴冰球联盟的 国际最佳管理层称号 但就算他表现出如此优秀的管理天赋 父亲老巴斯也从来没有 把他当作球队的未来接班人的打算 而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女性 相比珍妮 身为家族长子的约翰尼 才是父亲心目中最适合的接班人 但是一心执着于艺术和音乐的 家族长子约翰尼 却对接管球队丝毫不感兴趣 这让老巴斯在最后领了钱 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 可在立以主时 这位对大儿子极其厚爱的老父亲 还是把约翰尼这个名字 写入了球队共同委托人的名单里 另外两个名字则是 吉米巴斯和珍妮巴斯 在胡人队的66%股份 也被他等额拆分成了六等份 分给了他的六个孩子 一来是希望 如果哪天大儿子回心转意了 可以有竞争的资本 二来是 如果他真的这辈子都不愿意回来接管球队 老巴斯也希望是由 吉米和珍妮其中一人主导 其余人来辅佐 甚至他还特意设想了 如果当中一人想要单独卖掉手里的股权 必须要至少得到其余四人同意的强制条款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 家族对球队的控制权 绝不能够轻易落入他人手中 但是家族的接班人 只能是球队共同委托人名单里的其中一位 所以在暮年时期 老巴斯就尝试着把权力分别交给名单的三位 除了长子余汉尼比较佛系 不愿接触这些宫斗事之外 球队商业上的事务被老巴斯下放交给了真宁 球队比赛和篮球事务则交给了吉姆负责 双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名争暗斗 老巴斯当时心力也门清 但是在保障球队核心利益的前提下 他还是选择了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知道自己和二哥日后一定会是水火不相容的对手时 真宁也就开始谋划起了自己的夺权计划 除了保证自己本有的权力外 必须还要拿到父亲交给吉姆的球队篮球事务方面的权力 这样才能成为家族真正的接班人 可同样想夺得球队掌控权的二哥 又怎会轻易将手中的权力交给他 于是收买人心 便成为了真宁夺权计划的第一步 被老巴斯为了富得留有的管理层 显然不是缺钱的主 但距离胡人上一次夺冠 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 球队对于总冠军早已饥渴难耐了 所以如今最好的办法 就是帮助球队夺得总冠军 1998年夏天 乔丹率领公牛完成了第二次三连冠号 篮球已经无法激起他的热情 再次宣布退役 公牛王朝也随之解体 认为此刻正是好时机的真宁 第一时间就给公牛铁三角之一的罗德曼 打去了电话 给他共进晚餐 靠着绝佳的身材容貌 以及超高的情商 最终罗德曼不仅被珍妮带到了胡人队 甚至两人还谈起了恋爱 毕竟年轻时的珍妮巴斯 从来都不是省牛的灯 盛世的容貌和火烂的身材 迷倒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员 从棒球到曲棍球 再到篮球 都败到在他十六群下 充分遗传了老巴斯风流成性的基因 而罗德曼更是当时 当之无愧的花花公子 两人就这样肆无忌惮的 在球队管理层的眼皮子底下 展开了恋情 可这一段恋情 也仅仅只持续了六个月 六个月后 珍妮就找到了新欢 因为珍妮发现罗德曼 早已不再是公牛时期的那个男人 不仅常上疲乱无力 就连训练也不积极 还顶撞教练 对于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 一无反顾的断绝了关系 他从这件事发现 把改造球队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球员身上 好像并不是那么现实 毕竟NBA这么多年 也就出了这么一个乔丹 所以他只能改变策略 既然同门师兄不行 那就只能请他师父出山 他就目光从球员换到了 主教练菲尔杰克逊的身上 禅师对于珍妮来说 其实更像是一个心理按摩师 他可以在珍妮自信心受挫的情况下 帮助他快速恢复到最佳的状态 2001年 禅师设计胡人成功夺得三连贯后 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而胡人管理层的态度 也开始慢慢偏向于珍妮 给球队创造三连贯是一方面原因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 因为吉姆频繁地走到台前 给媒体杀存在的 这种无能的表现 给管理层带来了不好的印象 包括卖弄自己的硅谷化的专业风格 属实大大降低了 球迷们对他的好感 所以珍妮本有机会 在这一年就把吉姆踢出局 但谁又能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 差点让珍妮将近十年都翻不了身 2002年 当时正担任胡人总经理的 LOGO男杰里韦斯特 因为生意场上的纠纷 不得不离开球队 在这之后 吉姆帕斯晋升为了 球队篮球15副总裁 而接替杰里韦斯特 出任总经理的库普借克 却选择站队到了吉姆这一边 双方的势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040-05赛季 奥尼尔在休赛期 彻底放浪行海 伴随着科比不断膨胀的野心 OK组合最终在这一年彻底决裂 于是求胜于极强的科比 向胡人高层施压 要求只能从他们两人中留下一位 最终胡人选择了这个赛季 成功入选 一整一防的8号小飞侠 奥尼尔则被送到了热火 而作为他的支持者 菲尔吉克逊 同样也被踢出了球队 珍妮也就从此失去了 他在球队内部与吉姆对抗的资本 接下来的这个赛季 球队仅仅得到41上41负 孤立无援的科比首次 生涯无援季后赛 球队似乎正在因为选择的错误 一步步进入坟墓 无奈老巴斯只好把菲尔再度请了回来 但天生傲骨的科比 怎会臣服于仇人的支持者 独自一人扛起了胡人的三年半 两年在得分上碾压全联盟 可无论再怎么努力 他也是在冠军之路上越走越远 后来英俊事件的发生 则让他彻底陷入绝望 不过好在妻子选择了和科比 一起面对这件事 也是因为这件事 科比开始变得更加成熟 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放在篮球上 也没有在这个赛季 再去争取得分王 改变和努力 又一次打动了禅师杰克逊 而在加索尔到来之后 两人的携手合作 外加拥有禅师的上方宝剑 无人再一次走向了顶峰 夺签计划也就重新回到了正轨 2000年 菲尔切克逊宣布 从教练岗位荣修 禅师统帅胡人的时代 正式宣告终结 虎视眈眈的节目 眼看这是把珍妮踢出去的最好时机 不仅联合库普借克快速掌权 组建了胡人新型F4 甚至还要求公开候选教练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操作反而直接激化了科比 因为禅师退休 实际是想以推为进 将亲信布莱恩接到主帅之位 懂得感恩的科比 这一次自然是表示支持的 可是吉姆却直接任命了迈克布朗来担任球队主帅 包括之后 吉姆答应科比进保罗卫国 还要求教练组给他的心头肉拜纳姆 创造更多的内线接球机会 连续多年积攒下来的矛盾 最终都在13赛季球队 1比4开局后彻底爆发了 科比发出死亡之童 布朗只能灰溜溜下克 就连吉姆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虽然后来他也给 暮年科比两年4850万高薪 搬了两年巡回表演赛 但他的行为并不能挽回 已经扫地的名声 球队管理层也对他越来越不满 2014年1月 在胡人中将的压力下 吉姆被迫向球队承诺 如果胡人队在三年内 无法争夺西部冠军 他将引咎辞职 而珍妮的夺权计划到这 基本就已经算实现了 后来三个赛季 胡人队只取得了 65胜181败的成绩 甚至连季后赛都没有进去过 更别提什么西部决赛了 2017年2月21日 珍妮以此为友 联合胡人民宿科比 魔术师以及禅师系部分参与 在董事会上正式将吉姆巴斯 以及库布借克 一起踢出了球队 从那一天起 巴斯家族的内斗知识 算是有了个彻底的了结 但是牺牲的 却是球队连续七年的战绩 要知道巴斯博士在32年里 只错过两次季后赛 所以珍妮知道 接下来必须要做出改变 而这一次 他把目光就在克里夫兰的 那个男人身上 还是有了 要不算是在这一天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